二月二十號就要國會開議 新科上任的立委們 大家都要加緊腳步 練習一下未來在國會殿堂的質詢狀況 比方說我們要舉例了 民進黨立委黃潔 特地是找來了太陽花的前輩 林昌左討教 質詢要注意的妹妹嘎嘎 這是我的第一個家具 覺得很開心 看我現在辦公室連椅子都還沒有 國民黨新科立委陳金輝 國會辦公室都還沒裝修好 第一個搬進去的 竟然是一座質詢台 我在醫學院上課的經驗 當助理教授的經驗 有教課經驗 但是幾乎沒有質詢的經驗 那請問這樣是否有違憲違法的疑慮呢 這個應該我們會持續來研究 這個考驗 模擬質詢比手畫腳 堅定眼神卻帶著溫柔深色 要怎麼喊得有魄力有氣勢 陳金輝找來幕僚 急息一問一答模擬質詢 所以我非常感謝我的一群 匿名好朋友們 集資我不知道他們如何做到的 加緊腳步為開藝準備練習的還有他 趕快新專輯的進度在哪裡 在哪裡 委員其實這個進度就有在我們的掌握之中 這屆立院最年輕的立委黃傑 要如何快速上手 當然要請教有經驗的林長佐討教討教 模仿在立院的質詢狀況也算是太陽花世代的傳承 那我也有跟一些學長姐先請議了 就包括已經畢業的林長佐委員 那他也有給我一些立法院的前輩的指教 新科立委力求好表現給選民看到 一舉一動自然也被放大檢視 一早現身立院辦公室 新科立委廖先祥搭的是 十下新潮百萬電動車現身 身價不凡自然引來討論 同黨立委趕緊緩家 不過據了解確實也有新科立委 擔心達豪華轎車出入立院 會留下不同觀感 因此在上任前默默另購評價房車代步 只能說如何給大家留下好印象 成了新國會立委的首要考驗 記者曹廷和李洛同姚家鼎採訪報導 投票 輸入 忽略